这个夏天,火箭队的操作一直不被外界看好,尤其是在交易最火热那一段时间,各支球队都在补桥,且火箭队风平浪静。 那个时候,先不说球队接连失去埃里扎和巴默特,两位优秀的外线3D球员,球队内线的炸卡佩拉也还没有定下来,好的之后,火箭和卡皇之间的合同终于谈妥,球队也终于招来了安东尼这位进攻能力超强的前锋,新赛季球队的进攻能够可以说更进一步。 但是,莫雷显然不想止步于此,纽视队今年夏天得到了考心思,他们已经拥有一套未全明星的阵容,火箭队要想挑战他们,可能还需要继续补桥。 今天,莫雷终于用秀了一把神操作,明记无奥报道,火箭将安德森和梅尔顿送至太阳,得到克里斯和奈特。 火箭队不仅仅是送走了莱安安德森这份毒药合同,这位高炮台生效合同,两年4168万美元,并且火箭队几乎没有使用它的意思。 上个赛季球队用坦克代替了它的位置,何况周其惊吓的表现来看,它的三分球也是越来越稳定,所以火箭队急选送走它,而来火箭队的两位新人实力都不错,克里斯弹跳能力出色。 这位年轻人上个赛季,场军,可以得到7.7分5.5篮板,而奈特的进攻能力已经得到外界的认可。 2011-17赛季,奈特为太阳打了54场比赛,场军上场21.1分钟,可以得到11.0分2.2篮板2.4。 主攻,火箭得到这两位球员,可以说是见到宝了,真的佩服莫雷这笔精明的操作,而勇士队老将维斯特已通过推特宣布退役。 这对于球队的内线确实一种损失,维斯特打球赢气,并且有着一手不错的中投,作为勇士的替补球员,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。 如果,勇士在肩下送走麦基,帕出利亚之后,维斯特也已经离开,考神距离出场还要一段时间,这期间勇士的内线人员确实有些不足。 在维斯特选择退役之后,是总经理鲍博麦尔斯与主帅史蒂夫科尔代表球队向他致以敬意。 麦尔斯说道,在维斯特的字典里,应该贴张图片写上,职业球员中的职业球员,他是我见过的最正派的人之一。 他性格上的深度无与伦比,我们在共处两年后,个子都变得更好,毫无疑问的,最美好的将来在等着他。 还有一个消息,曾经的热火三巨头之一的波什,表示自己想要回到NBA,他还表示自己可以作为3D球员出战。 是的,我仍然这么想。 波什说,我并不傻,但我确实期待重返联盟,我仍然在努力克服困难以实现这一点,我期待事情能有所改变。 我仍然可以打球,可以作为3D球员出战。 不过,波什的健康问题,是个职球队最为担心的问题,谁都害怕球队一位重要球员突然没法打球。 波什也理解这一点,他说,人们总会对此有所担心,我也很感激人们关注我这,一点。 但这回归联盟是我一直严肃考虑的事,希望波什能够好起来,找到自己心一的球队,加油吧,波什。